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比四 这样马龙输掉第二局 双方在前 拼一下相似 前三板我争取主动 我觉得重要在于 就是马龙 好球 第三板 拉住 规则就是要连赢三场 在淘汰赛第二阶段连赢三场 他可能也想是 自己能够打开一点吧 你看他稳不住 如果这个球的环境 你如果把弧线稍微拉 测试就很考虑 2比0 好的 马龙再来 打高球 已经不太清晰的这种感觉 这板局2比5 马龙落后 好的 好的 让你有的时候想象不到 很多冷板出现 好 好 好 办法 刚才陈明知道也说了 就是这场比较对应变能力 对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来应变 好的 他现在你看整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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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么大 实际上复杂 好的 下马龙拿下了第五局 我们看到 好的 这球马龙呢 他这个质量太低了 对方都是拧拉 再一个在弱点上 你看在给对方反手 我觉得在弱点上 或者说在节奏上 你不要让他正好赶上这个点 对吧 你也许有这么一个技术环节 就是你可能中发力拉的 这应该不是马龙的风格 马龙应该手上粘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球在 争夺奥运资格的一场比赛 他揭发球全是依靠于反手 这个球如果给一镜头大脚 可能就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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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又追了一分 环球比线长球 但马龙特军拉丢了 但与孝希呢 日本的小连胜了三场 拿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4不1 2战胜了中国的选手马龙 马龙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没有晋级决赛 打成了3-4 那么他还会在经历下面的比赛之后呢 我们相信马龙呢 在接下来能够发挥出 一个更好的水平 去获取这个奥运的参赛资格 也感谢成员